我國刑事局和比利時合作 共同破獲跨境毒品案件 警方調查不把運毒集團 涉嫌用衣物做掩飾 把凱他命粉末藏在包裝 和夾層裡面 再透過國際快捷郵包 運送來臺 一共是查獲超過七公斤的毒品 市價高達了上千萬 而警方也透露 因為凱他命在歐洲相對好取得 才會變成嫌辦 運毒的重要管道 男子領著包貨 警方後方跟著 檢實機成熟一把把人抓住 上銬帶回約談 查扣異箱物品 幾乎快把後扯箱塞滿 敲打包裝盒 白色粉末不停灑落 檢測後確定為毒品凱他命 警方調查不法運毒集團 用衣物來偽裝 外核夾層 充填毒粉末 透過國際快捷郵包 從比利時運送來臺 冤警跟肩埋伏 陸續逮捕物名嫌犯 查獲毒品超過七公斤 出估市值高達上千萬元 為了躲避追查 布法集團故意把包裹 先寄到新竹市香山 交給不知情的大樓管理員 試圖混淆視聽 派出送信車手領貨後 跟負責收貨的莊姓情侶黨 約在桃園市中立會面 而警方發現 他們彼此認識 都是白牌車司機 也將按照莊姓嫌犯共訴 持續揪出幕後阻使者 這回能破案靠的是比利時提前轉握 請資和我刑事局跨境合作 而臺灣跟歐洲各國積極配合 去年九月至今 類似手法的毒品案 已經破獲至少八戒 記者傳傳立峰 臺北桃園報導